一桶又一桶的沙拉油掉落路面 桶生一个个破损凹陷 里头的油全都洒到无油路上 凌晨12点货车一刹车 车位的沙拉油桶挽炉骨排斑 全都掉在路面上 后方骑士见证赶紧闪避逃过一劫 环保局人员货报到场 铺着墓穴反复稀有清扫 但到早上地都还是黏黏的 是因为胸油啊吗 低头一看 不油路还是光滑油量 就怕客人一不小心滑倒 店家一开门拿起清扫用具 刷洗骑楼地板 因为司机没有绑好 而是油桶约100多桶滑落至地面 原本920桶的沙拉油 因为捆绑不牢靠 一刹车掉出了160桶 其中100桶毁损破裂 足足有1700公升的沙拉油渍就这样撒上波油路 当事者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有在基隆的上面也有公开的道歉 这辆从台南北上载运沙拉油的货车原本一路要载到基隆的华山街 却在成功二路掉了160桶 长50公尺 宽约3公尺的油渍面积 占据了大半个马路 就担心有骑士跌倒 清洁人员彻夜未免清扫油渍 警方也依道交法开罚 毕竟警示多一点才能让意外少一些 接着朱丁龙 梅凯婷 基隆 台访报道 蔡政府 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